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八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呢 它说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e monastery is very busy for it is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cross the paths in cars 这句话咱们还是先看看里面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在剧手的这个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当时借词段语当一个时间状元来用 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边 怎么样呢 这个白颜色没有下话线的部分是剧的主剧 这是剧的主干部分呢 就是 the monastery is very busy 这个修道院是特别繁忙的 为什么呢 for还又出现了窦号for这个情况呢 引导原因状语从剧放在主剧后面 一般用窦号跟主剧分开 从它开始到剧末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剧 因为呢 它数以千计的人呢 会到修道院这个地方来访问 是什么人呢 在画横线的这个护引导的 当然是定义从剧 修是先行词people 这数以千计的人 这是牵套在原因状语从剧内层的一个定义从剧 他们是这个开车来穿越这个大伤口的人 下面咱们看看里边的一些小细节 主要是后面那个in cars 我们知道cross path in car 叫做开车穿越这个大伤口 我们知道通过开车这个方式 如果寄次by的话呢 也行 但by就不能说buy cars了 这个in cars可以加buy car这个词就好了 因为同样是表示用某个交通工具 如果用借次by的话 后面得用零贯词 零贯词就不能加贯词了 不能加nn 而且没有这个数的变化 也没有单复数变化 直接加这交通工具本身就好了 但in后面要有人称和数的变化 所以这呢 也是在第一句话中出现一个小致点 记住 表示使用某种交通工具的时候 这个借词短语啊 这个by后面要直接加单数名词 就把这名词当不可数来用 前面没有贯词 后面也没有负数 但是in这个词呢 后面的名词要人称和数的变化 就是如果具体指某一辆车 某一架飞机 或者指某人的车或飞机的话 那只能加in 因为by只强在这个方式 它不能指数量 也不能指是谁的交通工具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You can go to the airport in my car 你可能坐我的车呢 去机场 那么在这里面 当然可以用buy car buy car的只能表示 就是坐车去或开车去 in my car 这个地方加了人称的变化 我的这个车 这个by是无法表达这种具体含义的 再比如说 we cross the river in a boat 我们乘一辆小船 穿越了这条河 这个乘一条小船 就in a boat 但如果buy boat呢 就不知道是几艘船了 in后面可有人称 还有后面那个树的变化 而by后面是没有的 这个在写作中注意 不要错就好了 好 后面说了 那夏天人多了 这狗呢 就得关起来了 A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bout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a special enclosure 因为周围有这么多人 所以这个狗呢 必须被关在一个专用的围栏里面 围栏就在生死讲的 includer那个词 好 那么 这个s引导的 当然是一个原因状欲从事 因为周围有这么多人 在原因状欲从事末尾 那个about在这是个副词 about在这不是关于 关于是个借词 它表示副词 表示在周围 在私下里 类似于美式用法around 在英国的这个about 表示在周围 在美国一般可用around 这个副词或者借词 本文中是一个原因状欲从句 当然是正确的 as 翻译成因为 但是你看我们 这个句子再看一看啊 as引导原因状欲从句 a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bout 主句中是the dogs have to be 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么比如说前面那个 我们不用原因状欲从句 我们换成其他的成分 做状欲行不行呢 好像也行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dear be剧情的主语 是so many people 这么多人 我们如果想用非位语动词 那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发现主句主语是the dogs 这狗狗必须被关起来 所以在 但是原因状欲从句主语 是人这么多人在周围 所以呢 咱们前面不能用非位语动词了 但是咱们可以用独立主角结构 大家还记得吗 在逻辑主语统一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非位语动词 逻辑主语不同意呢 可以用独立主角结构 就是非位语动词前面加上自己的逻辑主语 这样的话 进一步呢 就把前面那个信息弱化 进一步突出后面主句 就是狗必须被关起来 前面只是补充说明的一个独立主角结构 因为独立主角结构是次要 这样一个成分 咱们复习 第六课讲过 独立主角结构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就是借词with 这个with是有也行没有也行 后面再加什么 加他自己的逻辑主语 最后再加上非位动词 非位动词里面如果出现B应的话 这B应还可以去掉 对吧 咱们试试看啊 那么前面先加with 这with可以去掉 然后加主语是so many people 然后非位动词呢 是在周围吗 如果你把它写了个简单句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so many people are about 这么多人是在周围的 那个B动词呢 可以换成being being可以去掉 所以写全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with 然后主语是so many people 然后后面非位动词being about 这么多人是在周围的吗 with有没有都行 后面being有没有都行 写全的是with so many people being about 去掉第一个 可以变成so many people being about 去掉第二个 可以变成with so many people about 两个都去掉 可以变成so many people about 都对 都好 怎么省略都行 这是随你变 咱们看一道书后练习题 45页的第六题 45页第六题 咱们打开书看一下啊 45页的第六题 它说so many people about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the inkler 因为周围有这么多人 所以狗呢必须关到围栏里边去 大家看应该选哪个 只能选 A选项了 with so many people about 这是什么结构 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为什么呢 后面这个about 前面可以看作 省略的being的非非动词 是标准独立主格 翻译成 因为周围有这么多人 就好了 这个b选项being呢 位置错了 being呢 应该加在so many people being about 不能把being放到 逻辑主义前面去乱掏了 然后because呢更不行了 为什么呢 because是个连词 后面得跟一个句子 而so many people about 这句子里是没非一种词的 所以because不行 而having表示 我有某个东西 这having更 连边都不沾了 只能选A 正确 注意 这是这个独立主格结构 做原因壮语 而在句中呢 是用原因壮语从句 做原因壮语 这都可以 两个表达都对 好 再回到这个课文中 因为周围有那么多人 怎么样呢 这个狗啊 必须被关到一个 专门的围栏里面去 这个 这个capped 在这就是keep了 比方说关在某个地方 那么后面这个special呢 老师以前说过 special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特别的特殊的 第二个叫专门的专用的 在本文中一个语境下 翻译成专门的好一些 就专门关狗的 这么一个围栏 关起来用的是动词keep 在这里 咱们相当于动词confine 什么意思 把人或动物 关在某个地方 这两个一般来说 可以替换 你比如说 he was kept in prison 就相当于 he was confined in prison 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这keep 在这不是保持 而是关 这个这个这个 关押 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you shouldn't keep the bird in a cage 后面也是跟 这次in搭配 你不应该把这个鸟 关到笼子里面 也可以说 you shouldn't confine the bird in the cage 这个都写 百分钟呢 也是把狗 关到一个 专门的围栏里面去 后面这词 依然加in be kept 我们加in includer讲过了 这围栏围长 这是夏天的情况 他说 到了冬天 完全不一样了 in winter however life at the monastery is quite different 他说 然而在了冬天 修道院的生活 却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一般情景 in winter 是时间撞雨 在冬天 however 插入语 说然而是转折了 life at the monastery 修道院的生活 搞不好 大家自己写 就写成life of the monastery 对不对 好多人说 修的得生活 这得就用了off了 咱们注意 中文中 这个白手得 翻译成英语中 未必一定是off 这个 借词太灵活了 什么什么得生活 你叫off的话 那生活又不是修道院的东西 修道院的这堵墙 你可以用off 但是你修道院的生活 是在修道院的生活 这个注意 借词用at是对的 life at the monastery 在修道院的生活 对 这个注意 咱们在第一课就强调过 这个得 不见得都是off 再比如说 荒岛生活 第十二课的标题 荒岛 强调在这岛上 可以加on 依然不能用off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在荒岛上的生活 咱们第二课的题目中 就出现了 在第三十课 咱们还会出现 军旅生涯 在部队中 得用in了 life in the army 在三十课 幽灵之死 会出现 军旅生涯 life in the army 那么如果说 表示校园生活呢 在校园中 注意这个计词 叫on life on campus 叫校园生活 注意 在校园中 不用in 用这词on on campus 在校园中的生活 注意 这个什么什么的生活 注意啊 举一反三的 记住 这个特别容易错 咱们后面还会复习 这个指示 它说修段的生活怎么样 is quite different 这个quite 特别讨厌 这个quite呢 有两个意思 咱们根据语境 可能会变化 有一个意思翻译成 相当的颇为 怎么怎么样 是个程度负责 还有一个意思 是本文中的意思 表示完全截然彻底 就是completely 完全截然 尤其跟一些 无法用程度表达的 比如说 不同 不能说 表示有0.1不同 0.2不同 它相同就是相同 不同就是不同 你不能说 颇为不同 这个非常别扭 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翻译正确 本文中翻译成 修道院的生活 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件警察 记住 quite different 直接发现了截然不同 不是相当的不同 中文好像通顺 在英语中 这表达是不行的 咱们多看几个 表示截然 这个quite 表示这个含义的用法 在新概念三侧 四次是屡见不鲜的 咱们看看 在第十二课书中 58页的第四行 到第五行 第十二课里面出现 the 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它说这幅图景的 另外一面 怎么样呢 确实截然相反的 你不能说 颇为相反 是相同就相同 相反就相反 跟这个different 什么类似啊 the opposite 就相反 是截然相反的 截然不同的 这也是截然完全的意思 好 咱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比如说第三诗课 142页的第21行 到第22行 142页的第21行 到第22行 看这句话 he used to sleep in the day and work at night quite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he had become the ghost of Antley 他以前是在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完全不知道 这样一个事实 哪个事实呢 他已经变成了 Antley农场的火鬼了 这个 anywhere 就不知道 你不能说 颇为不知道 相当的不知道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没法用程度修饰 所以要反正 完全不知道 这个事实 不能翻译成 相当的不知道 这个不通顺 又是一个例子 咱们再看 这个第44课 就是204页的第10行 204页的第10行 有这么句话 Long car journeys are even less pleasant for it is quite impossible even to read 他说 开汽车 长途旅行 甚至令人更加不愉快 为什么呢 Do how for 还是因为 因为呢 在开车的时候 甚至要读书啊 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边开车 一边看书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可能就是可能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不能说 相当的不可能 颇为不可能 这是不通顺的 注意 完全不可能 quite impossible 这个注意翻译 非常容易翻译错 好 这个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第54课 244页 第6行到第7行 244页的第6行 到第7行 看这句话 We live in dread not only of unpleasant insects like spiders or wasps but of quite harmless ones like moths live in dread 叫一直害怕 这个达菲斯 在那会讲 我们一直都害怕 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虫子 比如像什么 蜘蛛啊 什么大黄蜂啊 马蜂啊 这个东西 咱们一看 就很讨厌 很害怕 对吧 而且还害怕什么呢 live in dread off 这个后面的off 是跟前面的off并列的 而且甚至还害怕 那些完全无害的 那些虫子 这个wands 代替前面的insects 什么比如像鹅子 飞蛾这种东西 飞蛾对人类 是完全无害的 但一看到 我们还是有些害怕 本能的害怕虫子 你看 有害就是有害 无害就是无害 不能说相当的无害 不通算 完全无害的 这些飞蛾 是完全无害的 quite harmless 这个用法在4册还有 咱们看第4册23颗 鸟的飞行方式 未来李老师 在第4册中 会讲到这个结构 他怎么说呢 Now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根本没有两种鸟的飞行方式 是完全相同的 你看刚才出现过 截然相反 叫quite the opposite 完全相同 叫quite the same 你不能说颇为相同 相当的相同 相同就是相同 不同就是不同 它没法用程度 注意这几个 截然相反 截然不同 截然相同 完全无害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可能 这几个表达注意 放在一块 我们把它记住 容易翻译错 好 那是怎么一个不一样 反正呢 下面一个重点就出现了 他说 the temperature drops to minus 30 degrees and very few people attempt to cross the path 他说这个温度会下降到-30度 并且很少有人试图去穿越这个伤口了 因为这个地方太寒冷了 零下30度 当然这个温度 咱们注意不要读 temperature 不对 中间是一带而过 我们跟老师读一下这个词 temperature 不要读temperature 不是这个声音 在里面 temperature 正如这个文学 不能读是literature 不能这么读 怎么读呢 literature literature temperature 注意这个发音 the temperature drops to 这个drop 本来这东西叭大掉下来了 温度的下降 用它非常的贴切 注意我们借词加to 下降到了多少 那东西掉下来呢 还可以用fall 这个词也表示东西掉下来 那能不能表示数量下降呢 也可以的 本分钟是可以替换的 本分钟一开始说 the temperature falls to minus 3 degrees 下降到-30度 用它也可以 数量值下降 用drop 用fall 都可以 你不信 咱们看一看 第50克 就出现fall 这个词了 228页的第24行后面 228页的第24行后面 little by little the 11 minutes fell to zero 一点一点的 这11分钟 就下降到了0分钟 掉下来了吧 用fell to fall的一般过去词 后面借词不变 还加two 下降到了多少 本分钟可以替换 那么如果表示急速的下降 咱们中间都可以表达为 骤降 或者什么股市暴跌 温度骤降 大幅度的 短期内大幅度下降 就是这个 这个铺度很陡的这种下降 咱们好多词 比如说有一个 咱们先看一个词 叫做跳水 噗通一声 纵身猛的跳进去 这个在第10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中 会出现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lunge plunge 你听到声音 噗通 哇 模拟声音的跳入水中 可以表示 骤降或暴跌 跳水吗 猛的跳下去了 对吧 这个股市大跳水了 也用它 咱们先看第10课中 有这么一个句子 未来会看到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汽船的命令被发布了 并且数以百计的人 纵身猛的跳入了冰冷的水中 跳水 用plunge这个词 那么 骤降或暴跌 用它搭配也行 我们一样可以说 The temperature plunges To minus 30 degrees 就骤降到负30度 但用这个词去强调 第一天可能是零度 第二天就零下30度 一天降了30度 就骤降或暴跌 这个短期内大幅度下降 跟它类似的还有 我们说的dive to 也可以表示数量骤降 什么股市 股票指数 温度 价格 物价 通胀率 暴跌 叫dive to 我们说dive 也可以表示跳水 或者是潜水 都行 那个救生员 挖人 潜水员 叫diver 也行 跳水运动 也用dive 潜水用它 大跳水了 dive to 也行 那么当然不能光下降了 股票都下降 没人买了 还得上升 上升到 咱们简单词 可以用increase to 或者rise to 这个都行 如果表示暴涨 rocket to 就是sore to 叫暴涨 就股市和温度暴增 大幅度的 短期内大幅度上升 这个rocket 我们知道 所有名词 本来为了火箭的意思 所以动词就放火箭 就上去了 这个sore 表示鸟飞到天上 在空中翱翔 价格和股市上了天了 也可以表示 这个暴涨 后面两个词 大声度下 rocket 这个词名词动词 中音都在前面 动词也不能这么多 rocket 它不能这么多 还是rocket 再多下第二个词 sore sore 后面加to 也可以表示 暴涨到了多少 但是甭管是怎么样 后面借词都加to 叫最终指示多少 加to 如果暴跌了 下降了 上升了 后面跟幅度怎么办呢 比如说本文中说 温度下降了10度 不是下降到10度 下降了10度 那么好了吧 借词变一下 甭管是上升了 还是下降了 我们混成by就好了 The temperature drops by 10 degrees 温度下降了10度 至于现在是多少度 可是看不出来的 只是幅度比昨天低10度 下降了10度 注意这个借词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 这个-30度的读法 -30度 前面有个负号 读法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像李老师刚才读的 minus 30 degrees 叫负30度 咱们用负号或者减号这个词 注意不要读minors 李老师说过 即便在美音中 没有字母儿的话 这个舌尖是不能勾回来的 不是minors 跟老师读边 minus minus 我们再读一下 负30度 minus 30 degrees minus 30 degrees 负30度 可以这么来读 第二个读法呢 叫零下30度 叫30 degre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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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低于 本来表示海平面 低于它 派生意呢 表示数量低于它也行 我们再读一下 30 degrees Below Zero 30 degrees Below 好 这两个读法都对 minus 30 degrees 三个读法呢 两个都可以表示摄氏 我们分别读下 Centigrade 读慢了是Centigrade 读快了之后 Cent 变成Cene Cene 这个字母T 这个T 又会轻轻着哈震灯 我们大家可能有经验了 前面的N 后面A 声带都震动 读快之后 这带的通通都震动起来了 我们再读一下 Centigrade Centigrade 再读一下后面那个Celsius Celsius 两个读法都行 我记得读成 minus 30 degrees Centigrade 记得读成 minus 30 degrees Celsius 叫做负30度 这个在外国听天据报 常常会听到 但是光掌握这个摄氏度还不行 因为在外国的民间 还经常用到这个华氏 这个英质的单位华氏 华氏呢 是在后面加一个大写的F 这个换算 咱们可以自己查字点 我就不讲了 我们比如说 负30华氏度 那怎么说呢 叫minus 30 degrees Fahrenheit 这个Fahrenheit容易读错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华氏这个词 慢慢来 Fahrenheit 注意第一个H不发音 再来遍 Fahrenheit Fahrenheit 注意拼写 不拼错 容易拼错 minus 30 degrees Fahrenheit 叫负30华氏度 华氏负30度 这么一个 这个华氏 咱们到了外国生活 特别是英联邦国家里面 你不知道 还真够呛 美国很多地方也在用华氏 因为美国人老祖宗 还是昂鲁萨克逊 从英国过去的 你看我们08年 新东方第一届访问团 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宾馆里面 当时是10月底 但我们住在图孙市 是个沙漠性的气候 白天还是特别热 我们得开空调 铃铛一开空调 一看 一开洋空调 吓一跳 76度 我说这不热死人了吗 一看 华氏76度 和涉氏 大概二三十度之间 这么一个 你看美国小孩 发烧了多少度 发烧102度 咱们一看 这不开锅了吗 人死了 成包子了 一看 华氏102度 涉氏大概是40度左右 发高烧 所以经常 要说华氏 这个得知道 这个了解 好了 这个时候非常少的人 在试图穿越这大山口 人和少了 后面基因部说 他说这些修道士 更喜欢冬天 没人打扰 修道士嘛 出家人喜欢清静 六根清静 他不愿别人来打扰 The monks prefer winter to summer for they have more privacy 这些修道士们 更喜欢冬天 而不大喜欢夏天 因为冬天 他们有更多的清静隐私 个人自由 不受外来人的打扰 好 这个prefer 是个五星级的重点词汇 也是第八课的重点 构成表达之一 首先我们看看 更喜欢A 而不太喜欢B 这个如果后面加名词的话 在中间可以加切词to 这是常见表达之一 我们把中心动词再读一下 prefer 中音在第二个音节 再来面 prefer 那么prefer a to be 叫更喜欢A 而不大喜欢B 两个比较更喜欢第一个 比如说我说 我更喜欢羊肉 不大喜欢牛肉 这两个里边 我更喜欢羊肉 牛肉太歇牙 我说怎么说呢 I prefer mutton to beef 羊肉和牛肉 表示动物的肉不可说 当然老师也说过 mutton 读快乐之后 是鼻腔爆破 还记得吗 mutton读快乐 变成mutton mutton I prefer mutton to beef 我更喜欢吃羊肉 而不大喜欢吃牛肉 可以用它 百分之呢 prefer winter to summer 跟它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表示 更愿意做某事 而不大愿意做某事 它就有两种表达了 第一种表达 我们可以用 prefer doing to doing 如果你依然用 借词to的话 那么前后都用动名词 就把刚才名词 或者动名词了 这个表达是正确的 表达之一 只是表达之一 prefer doing to doing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说我呀 我更喜欢站着 不想坐回来 我刚才都坐半天了 你就甭客气了 我喜欢站着 不想坐来 问大家该怎么说 I prefer standing to sitting down 我更愿意站着 不愿意坐下来 注意 尽量咱们不要说 prefer standing to sitting 因为指人坐下来 咱们一般后面 都加个副词down sit down please 而很少说sit 因为说sit 一般是训狗的时候 对狗的口令 sit 坐着 sit 坐着 跟人说sit 这个一般不太客气 坐下来就sit down 所以记住 咱们这么说 I prefer standing to sitting down 注意 这个to还是借词 这个表达呢 考试中考得特别多 咱们随便听当年一道 托福的听力真题 来看一下顺便 看一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先仔细听一遍 好 这个听力有一定难度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图示看一个选哪一个 好 我们看一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大家说吧 应该选哪一个 正确的I 是A选项 She doesn't like to go shopping 她不愿意去购物 买东西 你选对了吗 为什么选A 咱们看着原文 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32 Didn't Marian go shopping with you yesterday? Even if she hadn't had a lot of studying She would have preferred staying home to going shopping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Marian? 好 这又是一个dialogue 男女的一个对话 第一个女孩先说 Didn't Marian go shopping with you yesterday? 我说马里莲 昨天是不是跟你一块儿 去买东西了呢? 是不是一块儿去购物了呢? 你注意 这个美国老师 都说didn't didn't 美国都说didn't 第二个的 是鼻腔爆破 李老师说过的吧 didn't didn't 后面那个特点 Didn't anyone go shopping with you yesterday? 是不是跟你一块儿去购物了呢? 第二个男的说 Even if she hadn't had a lot of studying 注意even if 是连读she hadn't hadn't 又是鼻腔爆破对吧 没有动作hadn't 而动作hadn 注意舌尖不动 顶住上 hadn 鼻子在动气 怎么叫鼻腔爆破呢呢? 鼻子出气 hadn't had a lot of studying 注意她没有动作studying 李老师说过 不要读studying 而studying studying eating studying she would prefer staying home to going shopping 她也更愿意呢 这个呃 待在家里 而不愿意去 go prefer doing to doing 前面用 staying home 后面 going shopping 这么来说 注意 would have 这个美国老师没有动作 she would have she would have 不这么读 为什么呢? 这个have 在这儿是个注动词 注动词一般来说 会发生原因的弱化 原因弱化 就是会轻毒 原来是发 这个声音 但原因弱化之后 无论原来是什么原因 都变成道义似的这个 have 在这儿 have have 轻毒 would 后面有have 拼在一块会怎么发音呢? 注意这个轻辅音h 读快了之后 如果前面还有另外一个辅音 后面刚好是原音的话 这时候往后会发生 击穿轻辅音h 就是前面的辅音 跟后面原因拼在一块 把这h打穿了 所以放那块 would 再叫have 放那块拼在 would 这h不发音了 我们体会一下这声音 would 是这么一个声音 she would prefer staying home to go shopping 他也更愿意呢 带在家 而不愿意买东西 即便他不学习的话 他也更愿意带在家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marrying 关marine 这个男的暗示什么呢? she doesn't like to go shopping 他不愿意去购物 即便不学习的话 他也不愿意去购物 当然了 他就没跟我一块儿去了 这个意思 好 我们把这片子再听一遍 都是特别仔细听一听 这美国老师这个口型 李老师刚才说的几个要点 好 我们再来一遍 question number 32 didn't marion go shopping with you yesterday? even if she hadn't had a lot of studying she would have preferred staying home to going shopping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marrying 好 注意 这个里边出现 prefer doing to doing 这个结构 更愿意做A 而不愿意做B 包括咱们以前讲过的几个发音的诀窍 咱们通过美国老师对话 进一步印证了这点 但是李老师说了 这只是更喜欢A 不是喜欢B 更喜欢做梦事 不喜欢做梦事的方法之一 表达方法之一 还有一个表达 也很漂亮 而且更容易错 就是后面叫rather than 更喜欢A 而不大喜欢B prefer A rather than B rather than可以翻译而不是 这个时候如果前后都是名词 那没关系了 直接把那一放就行了 比如我依然说 我喜欢吃羊肉 不爱吃牛肉 怎么说 I prefer mutton rather than beef 依然是比箱宝破 I prefer mutton rather than beef 我喜欢吃羊肉 不喜欢吃牛肉 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表示更喜欢做梦事 而不大喜欢做某事 这个时候可不能叫doing咯 没办法 只能背起来 prefer to do something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特别容易错 特别容易错 一定要注意 咱们再说刚才那句话 我更喜欢站的 不想坐下来 该怎么说 I prefer to stand rather than sit down I prefer to stand rather than sit down 就好了 这个特别容易错 这是表示更愿意 而不愿意做某事的重点表达 还有一个表达 也是表示宁愿做某事 也不愿意做后面的事 宁可选前面那个 叫would rather do than do 这个也是表示宁愿 但would rather 我们不能加名词 我更喜欢羊肉 不喜欢牛肉 加羊肉牛肉名词是不行的 一定是动作 这个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有什么不一样呢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是表示两个里面 我更喜欢前者 而这个would rather do than do 表示两个前面这个事 跟后面这个事 可能都不太令人愉快 但两害相权 择其轻者 我宁愿做这个事 都不愿意做那个事 这两个事 可能都不太好 都不太令人愉快 但两个比较起来 还是前面 不那么差 不那么差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注意前后都加不带to 的动词不定词 不能加to 比如说我们 看一个简单例子 还是说我宁愿站着 我不想坐来 宁愿站都不愿意坐来 这表示站和坐 对我来说都不愉快 但是坐下来更不愉快 为什么呢 坐在上面有一堂狗屎 我宁愿站着 我不能坐来 一坐屁股就脏了 这个事我不能坐 该怎么说呢 I'd rather stand and sit down I'd rather I'd rather 口语中慢慢变成 I'd rather 用缩写这个形式 我宁愿站着 也不愿意坐下来 但是在书面中 咱们一般不用品的缩写 李老师说过的 书面也是最好写的 I'd rather更好一些 咱们看一看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在第十四课 就出现这个表达了 哎呀 三册应有尽有 太好了 宝藏啊 这是 爱不释手的这个教材 66页的第七行 66页第七行 他说 People 注意后面没有用缩写的书面语 Wild rather pay learn some money Then have the life 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人们宁愿掏大笔的钱 也不愿意让他们毕生的心血 被这些歹徒给毁掉 掏钱他也不情愿呢 但是到底是比自己毕生心血 被坏蛋毁了强啊 所以宁愿掏钱 也不愿意怎么怎么样 注意两个事呢 都是令人不愉快 当相比较来言呢 第一个 害处更小一些 我宁愿做第一个 但注意 We'd rather do than do 前后都是不带to的不定试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考试也考的频率特别高 随便听一道 依然是当年的一道 听力真题 咱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个一个选哪一个 Number 28 It says here the next train is due in that 630 I know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I can make that one I'd rather call you from the station than have you waiting around for an hour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他又问的是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这女的暗示什么呢 我们给几秒钟看个选哪一个 好了 大家说应该选哪一个 正确答案是 B选项 She isn't sure we train she'll be on 这个女的也不敢肯定 她究竟能上哪一趟货车 你做对了吗 做错了也没关系 咱们把原文再看一看看 为什么选B 咱们再做个分析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Number 28 It says here the next train is due in that 630 I know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I can make that one I'd rather call you from the station than have you waiting around for an hour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好 第一个男的说 It says here the next train is due in at 630 It says 这个it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个 the review schedule 就是列车时刻表了 这个列车时刻表说 注意say 一般现在是加一次有多种says It says here 在这个地方他说了 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下一档火车呢 it's due in due叫到时间了 in就进了 就进来吧 就是进站呢 到时间进站 就下一档火车是6点30 就是会进站了 第二个女孩子说 I know 这我知道啊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I can make that one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赶上那辆车 make that one 就成功的能赶上那辆车 make 经常可以跟成功啊做某事相关 I didn't make it 我没有做成功 可以有这个意思 就是我知道 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赶上那辆车 后面说了 I'd rather call you from the station to have you waiting around for an hour 他说怎么样呢 我宁愿呢 到了车站之后给你们打电话 也不愿意让你们在那一等 就是一个小时 为什么呢 我万一要是误了6点半的火车 跟下那火车又7点半了 可能你们在那等一个小时才行 所以呢 这个女的什么意思 我到车站之后给你们打电话 让你们来过来 我等你们 也不愿意让你们等我 我等你们也是令我不愉快的 但让别人等我 我觉得更不愉快 所以宁愿做钱贵这个事 也不愿意做后面的事 注意 I'd rather call you from the station have you call跟have都是动词原型 不带吐的动词不定词 口语中确实问 I'd rather I'd rather 但不能说I'd rather 前面那个the是失去爆破 对吧 这个the不是舌尖爆破吗 爆破音后面出现别的辅音 像这个r r r 这个辅音 前面只做动作 也不能说I'd rather I'd rather 不做动作不行 I'd 注意把舌尖顶到了上牙膛 牙根往后一点 I'd 憋住气 憋那么0.2秒钟 0.2 对吧 然后就发 rather 我们读一下 I'd rather I'd rather I'd rather 这么一个感觉 对吧 I'd rather call you from the station to have you wait around for an hour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暗示什么呢 他不确定他究竟能上哪趟车 对吧 6点半 7点半的车 我也不知道哪趟车 所以干脆呢 你们先别去啊 我到那打电话 通知你们 你们再过来 这样大家都少浪费时间 把这片段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 刚才老师讲的 这几个重点搭配 做个副局 好了 这是表示宁愿做某事 也不愿做某事 跟更喜欢做那个事 而不大喜欢做这个事 这两个做一个辩析 它的搭配和它具体的含义 都是有略微的一点的差异 英语中确实是一个精确的语言 大家希望 这个希望同学们 要仔细注意 这些细微差别 避免在生活中用错 避免在考试中失分